1960年的一天 在河南安阳的火车站里 一个衣衫褴褴的年轻人 正站在人群密集的站台上 身前端着一个打开的箱子 上面摆满了上好的进口香烟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奇怪的是 年轻人叫卖的声音却很是无力 似乎是很久没有吃饱饭了 整个人也是瘦骨邻居的 听口音也不像是本地人 引起了周围人的频频瞩目 人们不免疑惑 这样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人 哪来的这么好的香烟呢 于是就有人将这个年轻人的情况 上报给了公安局 很快警察来到了火车站 朝着年轻人走了过去 将年轻人逮捕了公安局 经过一番审问之后 年轻人这才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信息 而这不审不知道 一审吓一跳 他的话着实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这个看起来病泱泱的年轻人 竟然是开国大将许光达的六弟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开国大将的弟弟就会沦落为卖淹的小商贩 这件事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许光达将军与其六弟的故事 在这之前 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动动您的手指头 点赞加关注 给我一个支持 也方便您接收到最新的内容 196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 在这一年 由于一些原因 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原因 导致全国进入了千所未有的粮荒 即便放眼整个近现代史 如此大规模的灾害也是很少见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几乎家家户户都吃不饱饭 很多地方都只能靠着挖野菜 甚至是吃树皮 观音土存活 当然也有受恶而死的人 大概现在许多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人 都亲身经历过那场灾难 那时候 每个人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活下来 可以说是十分的艰苦困难 不过当时的部队是一个例外 虽然部队的伙食标准并不算高 但是起码是能吃上饭的 不至于饿肚子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人为了活下来 在部队有亲戚的 就都投奔他们来了 一开始 这种情况并不多 部队也都接待 并养活他们 可越来越多的人 脱家带口的过来 部队也难以维系下去 此时 担任装甲兵司令员的许光达 所在的装甲兵机关也不例外 各个士兵的亲属都汇集到了这里 非常的热闹 男女老少吵吵闹闹闹 小孩子在院子里 甚至是在办公楼里玩 纪律严明的军事机关 仿佛一下子成了游乐场 这严重影响了士兵们的训练 以及工作 最为关键的是全国人民几乎都在挨饿 而部队里的人不但能吃上饭 连带他们的亲属也能沾光 这是不符合党的要求的 正如此 各个部队开始下达命令 严格禁止这种现象出现 作为司令员的许光达 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大家对此都很是为难 亲戚都在这里 确实也不是个办法 但是 谁也不想自己的亲戚 人都挨饿 但是部队终究是部队 纪律要遵守 工作也要正常运行 最终 许光达下达了一项决议 让大家不要动员亲戚来北京 至于 已经在这里的亲属 要动员他们尽快回去 即使要来探亲 也只允许住三前 就要让他们返回原籍 可能许光达没想到的是 几天之后 他自己首先 就要面临这个艰难的抉择 这天 许光达的四哥许德富 和六弟许德强 大老远从湖南老家 一路赶到了北京 来到许光达家里 兄弟之间已经多年未见 此时显得分外亲切 可许光达 除了开心两兄弟的到来 心情 也多了一份复杂的情绪 许光达 会如何对待两兄弟 许德富 和许德强两兄弟想着 家里 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大将军 来到这里之后 一定能好好地大吃一顿 可令两人没想到的是 招待他们的 竟然是一盆煮白菜 和煮黄豆 连银肉末都没有 兄弟俩的脸 一下子拉了下来 不过 眼下两人 也都饿得不行了 还是狼吞虎咽地 吃完了饭菜 许光达 是庄甲军司令 在战争年代 更是临危寿命 保卫中央 并在1947年的 沙迦殿战役中 不仅攻破了敌人的围剿 保护了很多领导 而且 还扭转了陕北的战争局势 此一战 更是受到了 主席和总理的高度赞扬 按理来说 以许光达如今的职务 用白菜和黄豆来招待他们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这让许德复认为 自己的五弟 是看不起他这个哥哥和六弟 看不起老家来的穷亲戚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是 并没有将这些想法说出来 只是生着闷气 更令他生气的是 第二天一大早 许光达就去军区工作去了 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到来 而有丝毫改变 显得有些冷淡 这也让许德复 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 就在此时 许光达的夫人 邹敬华 突然登门 然后非常热心 给四哥和六弟 端来两杯热茶 然后面带难色 又有些欲言又止 但是考虑再三 还是告诉了两人 四哥 六弟 光达在部队开会决定 部队的亲属到军营来探亲 只能在北京住三天 之后 就必须回原基地 听到弟妹邹敬华的逐客令 本就窝着一肚子火的许德复 再也忍不住了 大声的呵斥道 怎么 我们刚来 就要赶我们走 其实 我们一来就看出来了 你们这是嫌弃我们了 邹敬华 也料到了许德复会发火 又说 四哥 你误会了 这也是党委的决定 光达作为部队领导 又是政治委员 肯定是要遵守命令的 谁也不能例外 对此 许德复 直接站了起来 表示 我看明白了 你们混出人样来了 瞧不起我们这些老家来的穷光蛋 邹敬华 也有些着急了 四哥 你误解我的意思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要不是赶上这个特殊情况 不要说是三前 就是你们住三年 我们也攻得起呀 听到弟妹这么说 许德复也不再说什么 他知道 五弟和弟妹 平日里 也非常照顾家里 时常也会往家里寄钱 心里 也就不那么气了 可是 他还是有些想不通 最后 他指着六弟许德强 声音有些哽咽地说 不管怎么样 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在乡下没有饭吃啊 你看看 咱们六弟都饿成什么样子了 邹敬华看到一旁的六弟全身浮肿 脸色蜡黄 双眼无神 再也不忍心看下去 他内心也非常难过 谁又何尝愿意看着自己的家人挨饿呢 到了晚上 徐光达忙完部队的工作回到家之后 四哥和六弟就向他求证这件事 徐光达也很是无奈 他解释道 这事啊 不怪静华 命令是我下的 部队里都要这样 我更是要以身作则 不能开了这个先例 四哥 六弟 还希望你们能谅解我们 许德强得到的答案 依旧没有任何改变 他赌气离开 两兄弟一前一后回了房间睡觉 可是长夜漫漫 许德强翻来覆去始终睡不着 他想不通的是 徐光达不光是要撵他们走 他记得 来这里的第一顿饭 只有两个菜 连肉也没有 难道一个司令员家 真的这么困难吗 想到这里 他决定明天一早去厨房看看 于是第二天一早 吃早饭的时候 两人来到厨房 想要看看五弟家的伙食 到底怎么样 打开厨柜一看 两人一下子全明白了 炊事员老张苦笑着告诉他们 这是家里全部的伙食了 平时都是一菜一汤 那天你们过来 去司令员才让我加个菜 这已经算是优待了 黄豆算是营养品 专供司令员使用的 每个月也只有三斤 说到这里 老张也不再瞒着 其实我们司令员每个月的粮食也有限 而且平时来的客人多 粮食根本不够吃 很多时候都是吃代用食品 说着还拿出了一些自己做的代用食品 给哥俩看 听到这里的两兄弟 心里也难受了起来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兄弟这么大的职位 竟也不比他们好多少 他们开始后悔 在这个节骨眼上来麻烦老五 让他为难 另外 这两天 他们又在激光大院里面 看到战士们勒紧裤腰带 把节省下来的粮食都送往了重灾区 看到这个场景 两人更加难受了 回到房间之后 他们沉默两久 最终煽冷之后 决定跟许光达告别 明天就回去 当天晚上 许德复来到五弟的门口 准备敲门进去 就听到屋内邹静滑说 六弟饿的都浑身浮肿了 整个人看着精神也不好 要不咱们就让六弟多留几天吧 吃点好的补补 万一出事 责任 我担着 哥和嫂子 以前总是一大早起来 给我看书 后来 闹个命后 他们又跟着我担惊受怕 国民党抓住他们党 几乎要了他们的命 可是 他们不但不把我供出来 后来 又给组织提供了很多情报 是我对不住他们 但是现在 部队和国家有规定 我必须带头 这口子 可开不了 说这话的时候 许光达的声音 是颤抖的 在外面的许德富 再也听不下去了 推开门 泪流满面地说 老五 我们不给你添麻烦 明天我们就走 隔天 许光达特意请了个假 让老张多炒了几个菜 算是给四哥和六弟 两人送行 随后 许光达夫妇 还将家里的衣服 粮票送给了他们 这其中 就包括别人送给他的 几十包进口香烟 一直也没有舍得抽 就都送给了他们 就这样两兄弟坐上了回湖南老家的火车 可令许光达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几十包香烟 带给了许富强麻烦 两天之后的夜里 许光达司令员 接到了来自河南安阳市公安局的电话 说是他的六弟在安阳病重 是否要接回北京 许光达立即让人将六弟接过来 同时 他的心里充满了疑惑 他们不是坐火车回湖南老家了吗 怎么突然六弟就在安阳的医院了呢 原来两人告别了许光达 坐上了回老家的火车之后 老六许德强心想 香烟也填不饱肚子 不如卖掉换些钱来 补贴家用岂不是更好 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和许德富说了 许德富一想也行就同意了 于是当火车到了河南安阳的时候 老六便下了火车 可事实却并不是他想的那么美好 一口外地口音 身上的衣服也破旧不堪 由于长时间的饥饿 导致他看起来十分的瘦弱 叫卖声也是有气无力的 这样的他却在车站售卖进口香烟 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而且那时候物质齐缺 国内香烟都很难买到 更何况是进口香烟 有人问他香烟是来自哪里 他害怕牵连到五哥许光达 就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 最终被人认为是烟鬼 上报给了当地公安局 公安人员在接到举报之后 很快就来到了车站带走了他 面对公安人员的审问 许德强最初并不愿意说出原因 和这些香烟的来历 就是怕连累许光达 但是还是在公安人员的劝说下 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和这些香烟的由来 公安人员无比震惊 难以置信 眼前这个面黄肌瘦 而且穿得破破烂烂的年轻人 会是开国大将许光达的亲弟弟 为了证实这一消息 安阳公安局立即和装甲兵部队 进行了这一信息的核实 在得到肯定的答案之后 工作人员又将许德强送上了火车 让他回湖南老家 可刚上火车 他就直接晕倒了 这可吓坏了公安人员 立即把他送往医院 经过一番检查 医生告诉他们 许德强的情况很不好 建议去北京进行治疗 于是工作人员 只好辗转和许光达联系 对此他很是纳闷 走的时候明明好好的 这才几天 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 但是对于六弟的转移 也没有耽搁 他立即将人接到了北京来治病 可惜的是 当许德强到达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不行了 许光达看到六弟的这副模样 他感到一致难受 许德强握着他的手 虚弱地说 五哥对不起 还是连累到你了 然后被永远地闭上了眼 许光达再也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自责充斥着他的内心 后来经过检查发现 许德强是因为畏萎缩去世的 这是由于长期的挨恶所导致的 这对许光达来说 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自己的弟弟就死在自己面前 这该是多大的打击 自此之后 他更加努力投身于国家的建设发展 为此奔走在战场上 为国家的军事事业 贡献自己的力量 他明白 只有国家强大起来了 人民才不会再忍饥挨饿